十年欲数,百年欲人 三十年,可以覆盖一个人青春的尾巴 中年的生涯,以及晚年的前奏 而又有多少人,可以把大半辈子相许给一份简朴无华的岗位呢? 校龄百年有余的中龄独立中学 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入学 毕业,退休了 也陪伴他走过三十年风风雨雨的岁月 可能你无法想象 过去的建设和制度有多么的简陋 过去的师资和声援有多么的匮乏 过去的风气和意识有多么的不堪回首 但他就是能够用三十年力挽狂澜 扶大杀于江青 也在这片茫荒之地上建立起了希望、文化和新气象 吴维成校长 穷尽大半生 达成了这鬼公神力般的成绩 欢迎各位出席中龄独立中学 吴校长服务三十年之特别辩论赛 我们有请双方变手入席 今天的辩题为 吴校长对学生教育或学校建设贡献更大 事不宜迟 让我们有请正方开篇立论 谢谢主席大家好 进入我方立场为 吴校长对于学生的教育贡献更大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今天教育无论是对于一个学校医或是学生而言 都是非常重要的 吴校长对学校建设贡献更大 开中民意学校建设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建筑屋上面的新设 例如蓝厨厂的建设 或者说新校设的建设 这就叫做建筑屋上面的建设 另外一种是对于教师团队的建设 其中一个就是行政团体 接下来是对变环节 我们有请双方变手 由正方先发动公式 有请 对方变容你好 就先想问对方变容是 对方变容是不是刚才有说到 与校长可以合理地分配资金 那当我们今天看到 学生教育主要是由老师去负责去教育学生 因为今天学生教育本来就是老师的工作 校长提出一个教学理念 而校长对于校之主 他一定要去蔑视老师 组织老师团队 提出一个教学理念 以及去监督老师的 这些教学的成果 以及学生的学习成果 而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并可以看到 学生教育和学校建设这两项任务 看似不难 却绝非意识 能坚守做一件事情三十年是一回事 能用三十年把一件事情做好 又是另一回事 自校可谓是如履薄冰 而治理独钟更是令人退避三社的挑战 学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 一个人生考场 一个灵魂加工厂 得兼顾学生的知识发展 以及心灵成长 其中尖心和精髓非常人所能及也 吴校长花了三十载的岁月以及精力 才把这片岌岌可危的废墟打造成了同行监督 望尘莫及的高级学府 人来人往 但愿你能以过往的故事 以及往后的期许 在校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教育这个行业 是我们是可以说 越做就越起敬 当我们一阵子的在教育界工作过后 你会发现 教育这个行业特别有益 它会因为我们的认真 我们的努力 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 这些学生 就是受到影响 而且不只是他们本身 也不能够提升 同时 它也使到这个学生 回去过后 在他的整个家庭 有看到一些的改变 或者是大家更加融强 所以说在这三十年来 我们就发现了 就是学生跟家人的关系 是越来越好 然后学生的成长 也让我们感觉到 有一种满足感 当然另外一个点 也是我们可以说 在教育界是必须 无时无刻的在进步 在提升自己 所以自我成长 加上心灵得到的一种 很欣慰的感觉 是因为这个工作 是非常有意义的 感谢您的愿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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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喜 三十年长期服务奖 实至名归 与中灵共融 哈喽 我是Jara 李佩玲 在这里呢 我要恭喜 吴伟辰校长 获得了 三十年长期服务奖 那希望呢 中灵独立中学 越做越好 加油 恭喜校长 荣获三十年的长期服务奖 Joanne在这里 要感谢校长的 无师奉献 把最宝贵的三十年 给了中灵独钟 在此Jara & Gong赫校长 全城市井 在创辉煌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嗨 大家好 我是2007年的毕业生 我叫郑吉顺 祝贺伍伟辰校长 荣获三十年长期服务奖 恭喜校长 哈喽 大家好 我是Madison刘汉杰 在这里要公祝 中灵独钟 吴伟辰校长荣获 董总颁发的 三十年长期服务奖 三十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校长就把这三十年 贡献在了教育界 在这里要祝校长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逃离满城下 首先 本人请恭贺 胡伟辰校长 拥护今年董总颁发的 华文度中长期服务奖 从老师到校长 胡校长对人对事 充满的热忱 凡事全勤投入 以提升学校的教育水平 能够拥有一位如此优秀的校长 是中灵的福气 三十年是一段十分漫长的期间 尤其在教育界 在马来西亚充分着 崎岖不平的 华文度中教育的道路上 能够如此的坚持不易 胡校长所展现的现身精神 更显得难能可贵 董事会充满着信心 中灵独钟在吴伟辰的掌握下 将成为本区域的 一所世界级的华文度中 吴君信愿放光芒 维护独钟智气阳 城府京城秦奉献 荣遭美玉满亭方 英明享望萨年庆 福圣从贤百岁仓 不时赔财 桃李圣 讲章今日 宋辉煌